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指 欧盟正制定第六轮制裁俄罗斯的措施 包括针对俄方的石油出口 以使更多俄罗斯的银行 排除在环球银行之间的金融通讯协会支付系统外 还有找出制造虚假消息的人 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 将提交欧盟27成员各审批 不过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表明反对 匈牙利外长指 现时匈牙利经济不可缺少俄国的石油 又称不可以要匈牙利为乌克兰的战争付出代价 而斯洛伐克经济部长指 未能找到俄罗斯石油的代替品 将要求获得阔面 另外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 报复式经济制裁的命令 以回应某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 没有善行动 据外媒报道 根据这份命令 俄国将禁止出口产品和原料 给受制裁的人士和实体 但文件并未详细说明 俄罗斯和以色列就纳粹及乌克兰的问题争议持续发酷 俄罗斯外长指 纳粹德国领袖希特拉有犹太人的血统 以色列外交部长批评是不可原谅的访言 俄罗斯外交部再发声明 指以色列反历史 质疑以色列现政府支持基辅的新立赤政权 强调即使乌克兰总统赞联斯基属犹太血统 也不能排除乌克兰被新立赤分子统治 另有消息指 就是以色列和俄罗斯陷入争议之制 以色列将允许不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以色列制的武器 包括长钉反装甲飞弹 战事持续至今 以色列为免破坏和俄罗斯的关系 一直避免直接批评默斯科 也没有向俄罗斯实施制裁 前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去了加拿大 而郭荣康在纽约黄金地段开律师行 这些到了外海外的反对派人士再度引起话题 一起看看巴士的部总编 李童怎样看 李童你好 李童你好 在前工党的立法会议员张超雄 因为藐视罪成判囚三个星期 今年2月就出狱 目前已经离开了香港 香港民意研究所 副行政总裁钟建华 早前在一篇题为逃出新天的文章 指有位朋友在5月1日就举家离开香港 并且引述朋友说 刚刚抵达多伦多已经清关一切顺利 虽然内文没有透露他朋友的身份 但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昨晚在帖文中留言 表示感谢 形容虽然未能安定 但至少安全 形容自己的基本自由 不再需要依赖方权者的耻辱 大家进入到另一个环境 继续为初心奋斗 中建华旗后在社交平台证实 张超雄一家已经远复加拿大 2004年张超雄当选立法会社福界议券 长期关注教育和社会福利议题 2008年他在地区直选落选 2012年再度当选议员 至多2020年跟随民主派议员总辞 张超雄在2020年5月立法会来务委员会会议上 在主席台高叫李慧琼月权 被控一项了事罪 今年2月4日在西九龙法院认罪被判囚三个星期 同月24日仍然出狱 在出狱当天他穿着黑色运动外套手持 个人蜜粉形容很开心可以回家 又形容这21天的刑期来说不算长 但每一天都很难过 安全感很低 他说更加明白到坐牢和家人分开这个痛苦 又政界中人士就说 其实看回张超雄在反修例风波期间的所作所为 或者就能够找到他急急逃出生天的理由 在反修例风波期间 张超雄不单几次在前线阻碍警察执法 为暴力示威者提供庇护 又煽动社福界的人士在2019年6月17日带头罢工 呼吁升级行动为罢工罢市罢货三罢反送中 在记者会上他还说出了 星期一社福界出来暴动对不起 出来罢工这番话 同年171张超雄等人组织示威游行 期间有暴力示威者破坏玻璃幕墙 进入到立法会大楼 令大楼设施严重损毁 张超雄当时在现场曾劝众人要冷静 理由是说拜托大家不要重计 说警方就是摆风承计的 在阻止未能成功之后 张超雄就转为不割席 他就说示威者冲进立法会 破坏的都是权力象征 并非要伤害他人 他就形容示威者是以死相搏 不是要作破坏 而是绝望中的集体自卫行为 政界人士就说坐牢的日子 确实可能是不好过 有理由相信张超雄 但梅带自己在反修例期间的严行 都担心可能会再度涉及其他罪行 因此出狱之后就立刻计划 选择和家人逃亡加拿大 另外前年离开了香港 去加拿大的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郭榮鏗在3号宣布在美国纽约开设律师行 评者说会继续在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 担任高级学院 郭榮鏗在社交平台说 这段日子跟世界各地的香港人一样 要找尋新方向和目标 自己很感恩遇到好的拍档 又说纽约第五大度的租金 比中环和金钟便宜 日后香港人经过欢迎来找我喝杯咖啡 他又说会与学生分享经验 希望大家去到世界各地 都能够继续香港人精神 香港人加油等 并且在帖文上加上了 Hashtag 移民还是移居 Who cares? 谁在乎? 省点 又说未来见这些标签 有意奉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早前说 离港的港人只是移居 不移民是为了留后路的说法 而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 形容美国人对郭榮鏗真够关照 反奉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Who cares? 香港人去台湾居留或定居 Who cares? 直到台湾当局要你离开 移民不成 回港无面 要第二次移居 好 麻烦你同 行政长官选举将于5月8日举行 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将在本月6日 在湾仔会展举行造势大会 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表示 已邀请所有的选委 竞选办主席团及顾问团出席 预计将有约1,500人到场 谭耀宗表示 李家超连日来同各团体会面 并举办多场网上的交流会 而各人亦提出实际的意见 期望可以协助政府改善施政 他相信李家超在当选后 可交出计划报告及职效报告 而管治的班子也是有能力 有担当 并会急市民所急的人 强调不可以再令凡所的程序阻挡改革 谭耀宗又指 中央在短时间内批准李家超辞任政务司司长 反映他获得中央的支持和信任 又强调中央关心香港 期望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在七一来港 并带来重要的指示 以恢复香港对经济和未来的信心 去年12月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 57岁产品主任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 提及放弃不投票无需借口等 并转发至最少共有15万名用户的数个专业 因而被控三行 煽惑他人投票的控罪 他早前承认其中两罪 其余一罪則获撤销 法官指涉及选举的罪行 需要即时监禁作判刑的方向 考虑到被告认罪 及其目的背景 判监两个月 缓刑两年执行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教育局局长杨远宏表示 期望青年人学习五四运动的外国精神 承担起外国爱港 建设国家和香港的使命和责任 杨远宏在社交媒体发文指 五四青年节背后 记载百多年前 中国青年反对列强对国家无理欺压 成功凝聚民族心 是外国情的一段重要历史 又指当身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代 勉励新一代的青少年不断反思 自强不惜 杨远宏又说 中国历史已是初中独立必修科 帮助学生建立坚实的基础 今天教育局和多个部门 联合举办中国通史 多媒体教材套的发布会 杨远宏期望学校灵活运用这套多媒体的教材 配合教育局法的资源 提升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兴趣 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并培养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的认同 根据疫苗通行症的规定 市民进入餐饮等处所 虽打至少两针 但有市民反映 关心出行的程式 未能正常显示疫苗接种的记录 资科办承认 个别市民在使用新版的程式时 会间歇性未能正常显示二维码 资科办已分析有关的情况 期望在本周内推出更新版解决问题 资科办建议市民如果遇到相关的情况 尝试再塑一次场地的二维码 或者直接按电子针卡 展示二维码给厨所掃描 市民进入表列厨所的权力 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 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内置人面识别的功能 副政府 资科办总监王子光强调 政府从无要求在程式内设置人面识别的功能 以向系统的开发商及运营商了解情况 并要求将无用的模组移除 他又解释 政府资讯保安人员收货时 已经过资讯保安及私人测试 并邀请独立第三方评估 但当时未必有逐行程式检视 康民署宣布 核下部分泳摊会恢复有救生员当值 泳池也会在12号起陆续重开 本身是游泳教练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 梁子泳指出 当局的安排来得突然 疫情下 救生章或组牌等工作停顿 短期内救生员缺人手 不少游泳教练亦大失预算 目前难以为泳班作出具体的安排 梁子泳又提到 部分泳池未开始注水 预料需时几日 之后需要检验等的程序 最快要下周四才可正式开放 今天的每日早点新闻讲到这里